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国内疫情加国外疫情 对咱们外贸企业确实是一种挑战 很多企业承担不起倒闭 但是机遇和挑战并存 疫情总会过去 现在国外很多客户都会在家重新选择产品或者更换供应商 这个时间咱们相对同行多做一些动作 就多一个机遇 因为疫情原因 线下的展会都受影响 外贸的线上流量非常高 很多客户现在都在咨询线上开发客户的新方式 Facebook可以精准做到咱们行业的目标客户货客 货客价格低 而且可以避开同行竞争 是一个弯道超车的好机会 疫情过去之后直接跟进成交 拿下订单 设媒营销线未来也是个趋势 考虑尝试设媒货客的外贸朋友 现在是个不错的机会 Facebook更像咱们国内的抖音、微博 然后通过直播带货、网红营销等等 利用社交设媒的平台 近距离在咱们的目标客户面前进行曝光 主动营销 国外的买家现在也越来越趋向越年轻化 针对无限端 设媒端的流量特别高 移动端办公化 而且疫情期间 国外的客户都在家里隔离 对设媒的年性会更高一些 关注Facebook上的趣事和国际新闻 这个时候可以利用好Facebook近距离触达客户